大家好,我是大树 这两天出大事了 美国的四个交换老师 竟然在吉林一公园里被捅了 那么从现场几人倒地 均捂着后背的画面来看 凶手应该是从背后捅过去的 那么根据目前美国媒体这边的报道 我们可以确切的是 这四个美国教师均为美国公民 而且是在一名中国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在吉林北山公园参观寺庙时 而其中一位教师的亲属 竟然还是美国众议院的一员 那么现在在网络里流传的 吉林警方的通报显示 2024年6月10日11时40分许 吉林北山公园发生了一起刑事事件 现场有五人有不同程度受伤 正在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经工作男子叫崔大鹏 逃跑时上身穿着黑色长袖 下身穿着黑色裤子 头戴黑色帽子 没戴眼镜 身高1.75米左右 中等身材 如有发现 及时抓捕 那目前呢 这张吉林警方通报的图片呢 已经遭到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屏蔽 那么对于这起事件 我其实就有一个疑问 美媒为什么没有提及中方陪同 是否也有受伤的情况呢 为什么这个重要细节美媒不提呢 因为这个细节才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那大家都想知道这起恶意伤人事件 是针对外国人发生的 还是针对四个美国人发生的 又或是偶发事件 所以呢 带着这个疑问啊 我就有多次翻看受伤画面视频啊 我就再查找是否有第五人受伤的画面啊 我注意到呢 原视频中呢 有三人倒地啊 而其中一人呢 如果大家有仔细搜查画面的话 会发现啊 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国人 有捂着胳膊 摊坐在墙上 那这也正好就是美国媒体说的 四人受伤的真实画面啊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 视频中受伤的第五个人去哪里了呢 那么目前呢 警方公布的最新进展呢 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是在北山公路走路时 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 随后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 和三名同行的外籍人士啊 以及上前阻止其心胸的一名中国籍游客 而犯罪嫌疑人崔某某当日被缉拿归案啊 那紧接着呢 中方外交官呢 也对此事件做出了第一时间的回应 据了解6月10日上午 吉林市北华大学四名外教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游玩时预袭 所有的伤员第一时间被送医 并得到妥善救治 均无生命危险 警方初步判断此案系偶发事件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开展中美人文交流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得到两国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方一直采取有效措施 并将继续采取相关措施 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有关的偶发案件 不会对中美人文交流 正常的开展造成影响 我们且不谈这起事件 是不是偶发事件 但是作为外交官 对此事的回应 他的话术给人的感觉 是避重就轻的 而且他完全没有一个 对此事件高度重视的 这么一个态度 相反他还要提及中国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可是咱们想想 在公园里和别人碰了一下 对方就拿刀出来行凶 大家认为这样的国度安全吗 再者我注意到 很多外媒就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当地的警局 咨询该事件 那么当地警方的态度 却极其不好 甚至一度踢皮球 我想 作为该事件的公安民警 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 他们不应该好好处理一下 这个事件吗 这个可是体现在大国风范 出力突发事件能力的时候 所以种种现象显示 中国要想扛得起这个世界的大梁 以当前他的能力 责任 思维和处事之道来讲 他基本上都是幻想 最后我们要思考一下 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涉及到 针对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呢 那事件中的男子 为何要穿一身黑 去公园时为何要带把刀 为什么一言不合就开筒呢 为什么其中一位美国老师的家属中 会有众议院的议员的身份呢 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如果真相警方通报的那样 走路发生肢体碰撞的话 那为何视频中 两个美国人是捂着后背的呢 也就是说 凶手是在几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从背后攻击的 那是什么样的肢体碰撞 导致这么大的仇恨呢 而强国公安对此事件的轻描淡写 这是不是都指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凶手的行凶动机并不简单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叼盘侠胡锡进 是墙内最早对此事件进行报道的人 结果该评论却遭到了平台方的下架 所以如此看来 这个中方对此事件还是比较敏感的 可是既然敏感 为什么却总是做出一些争议的事情 让这类事情变得更加敏感呢 此外呢 还有小粉红影响号 对此事件进行了魔共事评论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境内外媒一类 对华裔亚裔被打的时候 总是指质不提 如此冷漠 我觉得这类评论呢 很搞笑啊 我就想问问这群人 你们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你们是如何认定了 某一类境内外的人 对华裔亚裔被打的问题 总是指质不提的 那这种评论呢 就像是我每次说魔共的时候 总有一群人会说我不说美国 那他们的思维都是一模一样的 除此之外啊 竟然还有小粉红怀疑这起事件啊 是美国自导自演的 我觉得这群人呢 有些磨正了啊 那美国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啊 对于这类思维的人啊 我真的想问问他们 就事论事啊 有这么难吗 在中国全世界最安全的国路里 因为走路时的碰撞 对方就拿出小刀行凶 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 你们会怎样对待呢 美国人啊 是真的冤大头啊 那过多的话呢 我也不想多说了啊 现在呢 我就想告诉美国人 如果你们在墙内啊 遭遇不测啊 在墙内咱们有一句地下名言啊 叫做 点倍不能赖社会 打死不能赖政府 我想啊 这个善意的提醒啊 一定会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 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